新内洲美股表现如何呢 由于美国财政刺激谈判无果 因此特朗普在周末直接放了大招 跳过国会直接签署了行政命令 因此这刺激了股市 周一道指上涨350点直接领涨大盘 航空股 邮轮 酒店等疫情复苏相关概念股普涨 科技股反而有所下跌 FAANG当中仅苹果公司上涨 特朗普于周末签署了行政令 延长部分已经到期的抗议纾困措施 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拥有 颁布该项行政令的宪法权利 各股方面 目前受到散户热炒的科达公司近日股价重挫 该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的价值 7.65亿美元的药物原料贷款协议已被搁置 原因是针对科达最近有不当行为的指控 中概股方面 近期做空机构相传 再次做空在线教育机构跟随学 称跟随学从事证券欺诈 近两个交易日 跟随学股价已经下跌约30% 跟随学近半年时间内 先后被浑水 灰熊 相传 天蝎创投 四家公司轮番做空了12次 然而几乎每次被做空之后 跟随学都会出来辟谣 于是股价先是暴跌 随后上涨势头相当猛烈 那么这次会如何呢 还需等待官方回应和后视反应 得益于好于预期的二季度财报和季度指引 近期美股涨势不错 上周道指上涨3.8%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分别上涨2.5%和2.4% 本周市场将迎来美国零售销售 及CPI等重要经济数据 但分析认为 冠状病毒疫情 经济复苏前景 国际局势 是全球市场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